风向变了 李克强对习近平突然大唱赞歌 史无前例 国安法实施后 逃离的港人竟这么多 按下火路扶起瓢 新疆黑龙江又大爆疫情 中共推出净网行动 重点打击这类活动 李克强和习近平在国家治理上经常是各说各话 但刚刚李克强却突然对习近平唱起了赞歌 令外界一同污水 1月25日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公开谈论了中国经济政策的走向 期间 他罕见提到 将不会搞大水漫灌的宏观政策 相关说法被指削弱了央行的后续宽松政策预期 根据中共官媒央视新闻的说法 李克强在25日主持座谈会 听取对工商行业等领域的政府报告意见征集 期间 李克强多次强调习近平核心领导 以习近平思想指导 李克强称 面对新的经济下行压力 在习新时代思想的指导下 将坚持稳中囚禁 围绕六稳 六宝 加大宏观政策力度之时 把稳增长放在更突出位置 坚持不搞大水漫灌 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 本次李克强公开露面 也改变了以往的唱反调做法 这是他本月第二次在公开场合提到习近平的领导取得重大成就 而在一个月前 李克强还很少在公开会议上对习近平进行吹捧 有业界评论人士猜测 李克强公开转换孔径 或显示出他与习近平当局达成某种共识 也可能是他在官场寻求自保的反应 在这之前 中共官媒频繁在报道中谈论央行宽松政策对市场的影响 一度让行业以为接下来央行会全面采取鸽派政策 但是新的声明一定程度上为这个预期泼了冷水 李克强的发言显示 预计当局仍然会进行宏观政策调控 但是力度相比之下会更有限 在这之前 中国大陆私营企业与民众反应 央行的宽松政策力度太小 没法起到太多救助作用 财新网等媒体的近期报道显示 有不少民营企业指出 央行出台一系列宽松政策之后 企业仍然难以自爆 不得不变卖资产自救 也有分析指出 在央行近期一系列的操作之后 对于100万元30年期的房屋贷款者来说 每月的贷款额仅仅减少30元 显然是难以对地产市场进行太多提振 在救济政策迟迟不到位的情况下 许多陷入困境的业主被迫选择断供 放弃了房产 时评人士唐静远说 近期行业传输四大项起诉断供业主的消息 反映的就是整个经济面的下滑 如果断供的房屋太多 中国又不存在个人破产的法律 那么对业主来说就会非常惨 面对银行来说 如果断供房产太多 势必导致大量法拍房的出现 如果大量的法拍房上市 只会导致一个结果 就是房价大跌 这基本上就等于推倒多米诺股牌 房价大跌势必导致土地卖不出去 地方财政收入立即就要大幅缩水 而地方财政的腰斩必然加大地方政府债务 银行的坏账就将大量出现 自2020年7月1日港版国安法实施后 香港并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移民潮 时隔一年半 修建有多少人离开香港 香港股评人David Webb的网站每日都会根据 香港入境处数据 更新香港机场 及各大口岸的出入境人数 据该网站统计 从2020年7月1日 即国安法实施第一日 至2021年12月31日 18个月内与香港机场入境的居民 共计38万零943人次 出境则为58万6724人次 净流出高达20万5781人次 即超过20万港人离开香港 翻查记录 上一次香港移民潮 发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根据香港保安局数据显示 1981年 香港移民人数为1.83万人 之后几乎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最多人移民的年份集中在1990年至1994年 每年都有5到6万之多 1992年为高峰期 有6.62万香港人移民他国 之后成逐年递减趋势 到1997年回落至3万多人 而1998年仅有不足2万人移民 2012年更下降至1万人 香港政府曾估算过1987至1996年的10年期间 离居海外的香港居民人数 大约为50.38万人 不过当年大批港人及其子女 获得外国护照后回流香港 据入境事务处的资料显示 拥有外国国籍的香港永久性居民 约有29万人 不过实际数字或远远超过29万 对此1992年移民高峰期的6.62万人 2021年一年内 香港人口净流出为15.3万 是前者的两倍有余 而2021年7月国安法实施后 至12月的6个月之内 共有5.2万港人离开香港 而上述仅为香港居民的流失人口 料外籍人士离港人数也不在少数 有港人表示 当年移民是基于不确定性的恐惧 现在移民是基于确定性恐惧 认为如果2003年23条成功立法 亦不会有几十万港员回流 而今国安法已经立法并实施 眼见大量团体解散 媒体停运 大量民主派人士 抗争者被囚 政府指路为马 社会大陆化 自由法治和人权沦陷 香港已经面目全非 留在香港 却不认得香港 不如离开这个伤心地 有至今仍留在香港的港人透露 虽然香港已经满目疮痍 但毕竟是一个从小长大的家 形容自己的根都扎在香港 很难割舍 虽然面对时局 每天都充满无力感 但仍希望积极地生活 不过他也坦言 如果香港情况差到超出及容忍底线时 他会移民去离香港较近的日本 不会选择那些远在天边的国家 中国大陆多地疫情持续蔓延 最新情况显示 新疆疫情数量超过北京 另外黑龙江随分合 东宁市已出现患者 现在疫情四处着火 又值春运和冬奥前夕 尽管数字不多 但中国人对新冠免疫能力差 故防疫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按中共官方通报 1月24日零点至24点 新疆新增确诊病例6例 无症状感染者16例 均在伊犁州霍尔果斯市 截至24日24点 新疆现有确诊病例6例 无症状感染者18例 都在伊犁州霍尔果斯市 而当日 北京24日新增本土确诊5例 无症状感染者1例 官方称 这些病例均为 新南郊冷冻库Delta关联病例 由于中共一贯掩盖真相 外界普遍质疑数据的真实性 但是根据中共通报的数字显示 新疆新增病例拟超过北京 与此同时 北京疫情持续延烧 本市已有一个高风险地区 4个中风险地区 而且疫情从本市延烧到外省 至少4省6地 即山东济南市 辽城市高唐县 山西大同市 河北宝定市雄安新区安新县 辽宁沈阳市辽中区 省河区 除了上述地区出现疫情外 黑龙江省两地也出现疫情 25日 黑龙江随分河市 发现12人核酸检测结果阳性 3例确诊 9例无症状感染 同日 该省东宁市发现1例核酸阳性人员 及随分河市返回东宁市人员 此外 上海24日也出现新增确诊病例 为浦东机场货运区办理进口业务的工作人员 上海市中心的静安区内的一个区域 也被列为征风险地区 1月25日周二 春节到来前夕 中共网络监管当局 推述一项网络整治专项行动 中国网络的控制预期将会引上下眼 分析人士称 这是当局力图重塑民众网络行为的最新努力 也是北京整肃娱乐界从网络文化中清理被当局视为不道德 不爱国和非主流内容的最新步骤 据中共党媒新华社消息 网信办推出的这项专项行动为期一个月 全称为清朝2022年春节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 行动将集中整治网络暴力 散播谣言等问题 持续开展整治 严防饭圈乱象 反弹反复 加大炫富拜金 封建迷信等问题治理力度 遏制不良网络文化传播扩散 从严整治 网红儿童 软色情等问题 报道进一步解释 集中整治网络暴力 散播谣言等问题方面 将重点整治借疫情 社会热点事件等挑动网民对立 进行人肉搜索 辱骂攻击等网络暴力行为 还将严肃查处春节期间以抢红包免费送等方式 诱导网民点击实施网络诈骗等问题 网信办的通知还要求持续开展整治 严防饭圈乱象 反弹反复 及时清理借春节相关话题 炒作娱乐明星 低俗绯闻 丑闻等信息 严防违法施得明星艺人 利用晚会 直播等转移阵地付出 金融时报报道表示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自上台以来 展开了重塑中国社会道德和文化的更广泛的努力 试图减少物质主义和西方影响 彰显更多的民族主义和自身文化 而中共的审查者则加紧整缩那些被当局视为 未能与中共宣传口径一致的内容 中共监管部门通过所谓禁网等一系列行动 在网络 涉谎 涉低俗内容实施严打的同时 也严厉整肃针对政府和社会的批评及不同声音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